大家好,我是诚哥 今天诚哥给大家讲一个 天后赫拉派毒蛇暗杀宙斯的私生子 却没想到他误食了他的乳汁 变得力大无穷的故事 没错,影片刚开始 天神宙斯又跑到人家来撒肿了 这次生下的儿子叫做赫拉·克勒斯 也是本片的男主 男主他妈妈给他取这个名字 是想致敬宙斯的正宫娘娘赫拉 但赫拉仍然看他很不顺眼 所以派了两只毒蛇来自杀他 可在拥有半神之力的男主面前 毒蛇不可避免地贡献了双杀 男主一成年便挑战了传说中的十二试炼 并完美地通关 而按照约定 赫拉从此以后不可再找他麻烦 也正是因为这十二项试炼 男主成为了希腊人口口相传的大英雄 不过后来 由于突然发狂 杀死了自己的妻儿 他沦落为了几个雇佣兵的老大 这天在酒吧中 瑟雷斯的公主找到了他 说是瑟雷斯的王国 正在遭受叛徒瑞索斯的袭击 许多无辜的人遇害 如果男主愿意帮助王国消灭他的话 就能得到大量的金子 就这样 几个雇佣兵跟着公主回到了瑟雷斯 老国王热情地为他们开了一场晚宴 以示欢迎 而公主也深信不疑地认为 男主是他们的救世主 这让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不只是个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的雇佣兵 而是可以为正义而战的英雄 他决定花几周时间来训练 这些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 但第二天 侦察兵却带来消息 索瑞斯即将打劫一座重要的城市 老国王急不可耐地 要求男主出兵打击他 于是军队翻山越岭 穿越大雾 来到了白溪地带 地上已是横尸遍野 一片死寂 看样子 他们是来晚了 但下车检查那些失手时 才发现这些人并没有死 显然他们中了对方的轨迹了 大批的敌军将他们包围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战斗 场面十分的凶残 当然 咱这边是由主角光环的 在小勇善战的男主带领下 对方根本不看一击 很快就吓得溃散逃走 老国王检查死者 当然没有发现索瑞斯的身影 因为真正的索瑞斯 正在远柱的山头上视察着这一切 看来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男主抓住这喘息的机会 继续训练农民大军 有空的时候还顺便聊聊公主 公主是个不幸的寡妇 丈夫只给她留下了个儿子 刚好男主也是结过婚的 这样算来也是门当户对 很快决一死战的时刻来临了 狠话展示下我方的气势 也是在这时才发现 原来那个侦察兵是对方的卧底 接下来的战斗更加的惨烈 不过男主的训练显然卓有成效 农民大军围城的盾墙坚不可摧 对方骑兵无可奈何 只有逃跑的份 索瑞斯不甘心决定 擒贼先擒王 干掉男主再说 但区区一介凡人 哪里是半神的对手 不过是千里送一血罢了 回城的路上索瑞斯告诉男主 他的军队并没有到处烧杀抢掠 不过是他统一天下的前奏曲而已 果然在庆功宴上 索瑞斯被吊在一旁奄奄一息 而老国王则得意洋洋的 给自己戴上了新的王冠 而公主也说出了实情 那个所谓的父亲为了权利 连家人也可以杀掉 于是男主气冲冲的 带着金子离开了王宫 但事后他却越想越气 决定弥补自己的过错 于是当晚又带着兄弟们 杀进来救索瑞斯 可没想到却中了对方的埋伏 全体都成了阶下囚 在地牢里得意洋洋的 不只有老国王 还有欧绿斯透斯 两人狼狈为奸 欧绿斯透斯是雅典国王 也是男主以前的君主 原来当年他一直忌惮着 男主的身旺 于是找了个机会迷晕他 放三头狼 咬死他的妻儿 并嫁祸给他 老国王同样也是心狠手辣的嫁祸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放过 绝境之下 男主发挥神力 挣脱了手铐 救下了他 接着干脆利落地杀死三头恶狼 带着手下反攻王宫 首先要料理的就是欧绿斯透斯 没想到背后一条打神边将他制服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男主的侄子出手相救 另一边 老国王在宫殿外召集了大批的军队 男主几人被逼入了绝境 这时 他直接将宫殿前的赫拉神像推倒 底下的军队死伤一片 老国王也在这片混乱中被砸到 这把老骨头应该是不行了 在故事的最后 瑟雷斯士兵们纷纷臣服在男主脚下 全篇结束 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死后生入了奥林匹斯山 成为了传说中的大力神 按照神话中的故事 他的妻儿确实是被他自己所杀 因为比起女人 他好像还是更喜欢男人 嗯 开个玩笑 因为赫拉激发了他心中的兽性 才使他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 在他刚出生的时候 赫拉就看他不爽 他老妈担心他的安危 不得不将他遗弃在田野中 可没想到的是 雅典娜和赫拉刚好路过这里 雅典娜看他长得可爱 便劝赫拉给他喂奶 而不知情的赫拉照做了 事后他才发现 正是那个可恨的孩子 于是派了两条毒蛇去杀他 那曾想 此时的他因吸食了他的乳汁 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神力 两只毒蛇就这样被秒杀了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要多多提倡母乳喂养 听说关注 点赞和评论的人 都能像赫拉克勒斯一样 英勇无敌哦